你刚才还说你看 说他不关心你 我们听到了啊 他同时也反诉了一下 说可能你有点小题大做啊 有点小矫情 这都没什么 还戴了一个帽子 不上进是吧 对 没有担当 没有担当 对对对 你像我们经常出去逛街 我的包都是给他背着嘛 然后有一次 我们就是打车回去 结果他把我包拉在车上了 车走了 我们才知道 然后发现我特别着急嘛 因为那包里 我钱包呀什么身份证 你样卡都在里面 我就想着快点去找吧 然后他就在那里 对我摆脸色 然后就得我自己去找司机啊 后面我事情都摆平了 然后他又回来 他又在那说 啊 包找到了没啊 反正就像刚说的 像个事后炮一样 就是你遇到事 他帮不上你去的意思吗 对啊 他就一个人 在那生我闷气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生气的 那我也真的委屈啊 每次他去逛街头 要买那么多衣服 这边五六带 那边五六带好多东西 他然后还要把包给我拿着 我实在没有办法 那个包丢了真的是 确实是我的错 但是那个东西那么小 我拿那么多东西 下了车我也 真的是没有找到啊 我也不记得了 我一下子 我只能看着你那个臭脸 我就呆呆地站在那里 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 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他们俩完全不在一个点上面 女生是说我包丢了 你应该帮我找包 男生是说我好委屈啊 你还给我臭脸是吧 各有各的委屈是吧 就是他也一直不理解我 而且你没有担当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就像我跟他好了 在一起两年多了嘛 到现在他的父母 都还不知道 我这个女朋友的存在 本来现在就这么多矛盾是吧 你还就各种遮遮掩掩的 觉得一点都不踏实 没有安全感 我之前跟我父母讲过 他当时还叫你回来 吃个饭 坐一坐 但是你拒绝了 我就怕他们误会你不懂事 他后面问起的时候 我就直接讲 哦 干脆我没有女朋友 我就想等着我们两个 能够结婚啊 或者是见家长的时候 再跟他们坦白 可是你就只叫了我那一次呀 我那次本来就没准备好 你突然就让我 跟你父母吃饭 那我多尴尬呀 你父母要是问我什么 我怎么回答呀 后面我也有跟他表达 我准备好 可以带我去见你父母 然后他后面又没有下文了 就感觉那一次 就是走个形式给我看看 你今天来干嘛来了 分手呀 没听出来啊 这不像分手啊 我们就是小问题太多了 太多摩擦了 他经常跟我说 他不信任我啊 不相信我什么的 就觉得好像我在骗他一样 这个也是让我挺委屈的 我有一次就是 我们两个准备在家吃饭 我就下去给他买饭吃 买了饭回来 发现他不见了 我就挺担心他的 我就打个电话问他在哪里 他说他在逛街 我就说我要不要马上过去 他说可以啊 然后我马上就过来了 过来我就打电话跟他讲 你到底在哪里啊 他说我等一下 我就等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吧 我其实就很着急了 我打电话一直问他 我说你到底在哪里啊 他就跟我讲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不是啊 他那一次是我早就到了 我们约好的地方 然后到了之后 他才告诉我他才出发 我就自己去逛了嘛 我在那逛了好一会儿了 他才给我打电话 一下就问我在哪 我本来就不知道我在哪 所以我肯定就说我不知道不 然后他下一句 他就给我来就那我回去了啊 我也挺无语的 本来我也没叫他过来 他自己过来 来了又说要回去 我就说那你回去呗 结果他还真回去了 他不是说在家里 他去出去给你买饭吗 买饭回来你不在了吗 我在家里他买饭买了好久 等着无聊我就出去了 唉 你们俩是恋爱谈的啊 为啥还要谈啊 喜欢他呀 好吧 还有别的矛盾吗 他不是刚说我小题大做吗 你说我那些好 我就认了吧是吧 那你说如果说割难尾 那不是小病吧 我平常就说一个打掉 真的痛的人 身上动刀子的事情 我肯定还是啪啪 我就想着我千万不要 一个人去做手术 结果我还就真 就是一个人去做手术 他就那天出差 做完手术第二天 在医院病房给他打电话 我在那哭啊 他在那边要做声不做声的 我旁边那个病床上的人 都看不下去了 就说妹子啊 这个男生要不得 主要就是那件事 就像压死骆驼 最后一个刀草一样 反正我就想通了 我就觉得我还是跟他分手吧 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 就没什么意义 我呆呆地问一句啊 你爸妈呢 我没跟我爸妈说呀 为什么蓝尾手术 不跟爸妈说呢 因为本来我就是没在我家那边工作嘛 跟家里人不都报喜不报忧的嘛 你这手术的签字是谁签的呀 我一个玩得好的朋友 那就是他照顾你好了 他 所以我就说嘛 是真要出差是吗 是真要出差 他那蓝尾挺突然的 难道这种事情 我还要等着你什么提前安排好呀 我觉得这都是借口 我就觉得 反正就好像那种 知道我要跟他分手了 下军令状了 然后他就过来各种讨好我呀 所以那你来是干嘛呢 你其实是带着 还是希望他改变的想法来的 对不对 对 并不是想真跟他分 是不是 就在这段情感里 你最舍不得他什么 其实说白了还就是 还不就是我们俩 就是确实是在一起这么久了 也是从学校出来的 就觉得这个感情还是挺纯的 然后就是 其实就是反正就是 还是舍不得 就在一起这么久 挺久 是什么呢 就 我那句话已经压在这个胸口 压了好久了 我说你们俩还在一起干嘛呀 你看啊 日常生活里面没沟通 争吵 玩闹 他觉得你不尊重他 不理解他 你觉得他不关心你 谁稍微在生活里出现个状况 就找不到另外一个人 对吧 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 结果两个人还口口声声地说 我们这个感情很纯 纯在哪儿了 我也没看出来啊 我问你们俩为什么还留着这段感情 哎呀我们这么长的时间了吗 时间长就是留一段感情的原因吗 就